一面调色盘 一台相机 可以让你回顾 其力的青春年华 并发丝骨之幽情 品味现在仍存在于基隆的美景 仙洞街 进而认识出生于仙洞 热爱水彩画的倪汉先生 二十四岁的倪汉 这位一直热衷于绘画 非科班出生的年轻人 直起画笔将他出生的故居仙洞街 描摹下来 这条街有山 有水 有住家 人来车往 一条很传统 人情味浓郁的仙洞街 由于港口的繁荣 需要扩建码头 老房子 小闸货店 等等 拆掉了一大半 取而代之的是 绿树 草坪 凉亭 游乐场 宽敞的道路 倪先生就在这巷道内的贫困人家出生 岁月流逝 人去人来 真没想到这孩子往后竟是一位鸡龙 小有名气的画家呢 至今仍香火兴旺的古迹仙洞年 是倪汉小时候与玩伴嬉戏 打斗 看书 写生的回忆之乡 如今旧地从游 景物依旧 年轻却不在 叫人感慨万千 倪汉老师退休后 秉持着对绘画的热爱 与传承艺术的责任感 在社区活动中心 社交站 野民会堂 开班义务教学 我们来听听 倪老师他的理念 兴趣化的同学 在饭人之内 就可以协会协商 那我的绘画理念是 愿尽我所能 发生这世界上美丽的 景物 同大家分享 并追求画画所有可能最高完成 那画画呢 我所以走出来开班 就是为了能够与画背影 也希望没有省传承 就这样 旧国团 乐龄中心 也邀请他前来授课 陪同这群乐龄者 画出自己人生的第二春 创造更优质的生活品味